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根据高通官方公布的时间 新一代骁龙8芯片将于10月24日正式推出 综合各方爆料来看 第三代骁龙8将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 CPU组合为1加3加2加2加28核设计 第一个主频3.19GHz的Quartex X4超大核 三个主频3.15GHz的A720大核心 两个主频为2.96GHz的A720大核心 两个主频为2.27GHz的A520小核心 它的GPU型号为Eljano750 日前,第三代骁龙8的JCB6跑分被曝光 某平台用户Ravaginus发文称 三星第三代骁龙8机型的多核跑分为7400 同时,9E Mobiles公布了一款 华硕第三代骁龙8机型的JCB6跑分 具体为单核2213,多核7048 这样来看,相比第二代骁龙8 第三代骁龙8的性能提升幅度 还是比较显著的 其中CPU多核性能涨幅达到了49% 不出意外的话 第三代骁龙8将成为2024年 主流安卓旗舰的运用芯片 而且,10月底的高通骁龙峰会过后 就会有首批第三代骁龙8机型登场亮相 目前,已经不少相关爆料放出 我们不妨先来一起看一下 小米14系列目前是爆料消息最多的第三代骁龙8机型 数码闲聊战透露 小米14要出来采用2K重置挖孔微四驱屏 后置环形四摄 主摄是LYT900 台外博主Taggoying则公布了小米14Pro的代科渲染图 能看出是后置四摄计 数码闲聊战还透露 小米14系列8月就已经投产了 并且在增加订单量 近日,小米14Pro和小米14入网信息曝光 前者快充功率120网 后者90网 现在来看 小米14系列大概率首发第三代骁龙8 并且仍然将影像作为最核心的卖点之一 不出意外的话 11月份甚至10月底 我们就能见到这部机型了 Redmi K70Pro的相关信息很早就有了 7月,数码闲聊战就表示 它将搭载第三代骁龙8 5120毫安时电池 可能有120瓦快充 另外,Redmi K70Pro在GQBench5跑分库中出现过 成绩为单核1100 多核5150 GQBench5还透露 这款机型有16GB内存版本 外观方面 根据最新渲染图 Redmi K70Pro搭载居中打孔窄边框直面屏 背面后置举行相机模组 为三摄组合 整体设计比较简洁流畅 Redmi K70Pro的发布时间 会比小米14系列晚一些 产品定位也会有所区别 估计更强调性价比优势 今年 Vivo全球副总裁沈伟曾表示 Vivo X100 X100Pro新机将在年底之前发布 不过 Vivo X100ProPUS则会推迟到明年推出 之前有爆料称 Vivo X100Pro首发天机9300芯片 还会搭载自家的V3芯片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搭载第三代骁龙8的机型 应该是Vivo X100ProPUS 当然 2024年推出首款第三代骁龙8机型 时间上显得列晚一些 不过 Vivo X100ProPUS的定位更加高端 估计会在影像等方面寄出更多大招 早在5月 海外博主Yogi Shibar就爆料称 1加12的配置为 第三代骁龙8芯片 6.7寸120Hz来的屏幕 50MP加50MP加64MP后置三摄 5000mAh电池 100W快充 7月份 数码闲聊战基本确定了这些信息 不过电池容量修正为5400mAh 并且透露 1加12支持50瓦无线充 Almix与SmartPrix还根据原型机的爆料 制作出了1加12的渲染图 这款手机采用了曲面屏幕 背面则是磨砂材质 不久之前 知名三星爆料博主爱兵宇宙 公布了三星S24 Ultra的相关信息 它将配备5000万像素的5倍光学镜头 另外 三星S24 Ultra的主摄为2亿像素 这方面没有变化 但传感器变成了ISOS HP2S3 估计还是会有提升 屏幕仍然是这款手机的一大卖点 爱兵宇宙套路 它的屏幕尺寸为6.78岁 2K分辨率 最高亮度2500尼特 三星S系列一直定位超高端 三星S24 Ultra作为S24系列中的超大杯 配置对料方面自然会非常充足 早在真我GT5发布时 真我RAMI产品规划负责人谭瑞涛就透露 真我GT5 Pro将搭载第三代骁龙8新品 不过 现在关于这款旗舰新机的爆料还很少 爆料王数码闲聊战也仅透露 这款手机将采用前望镜这一个信息 当然 GT5 Pro和GT5同属一个系列 估计在外观设计等方面会有一致性 真我GT5的一大卖点 就是后背上方的透明设计 Pro版估计会延续 真我GT5的核心卖点 还包括大功率快充 它激进的性能调度 也给Tiger留下了深刻印象 Tiger猜测真我GT5 Pro的主要卖点 应该包括性能释放充分的 第三代骁龙8更强劲的影像 大功率快充这三个方面 从已有的信息来看 相较于第二代骁龙8 第三代骁龙8新品的升级 还是相当可观的 工艺制程 性能等各方面均有进步 对近期有意入手旗舰新机的用户来说 等到这款新品以及对应机型发布后 再做选购决策无疑是最明智的 买新不买旧的定律 这个时候自然是适用的 此外 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 都会是旗舰新机密集发布的时期 一般来说 除了芯片 新机在影响 充电 功能等方面也会有升级 因此 即便不考虑最极致的性能 旗舰新机也值得等待 如果你认为第二代骁龙8 甚至骁龙8PAS的性能 就能满足实际需求 不用追求最新最强的芯片 Tiger也还是建议等等看 一般来说 随着旗舰新机发布 旧款旗舰机往往会逐渐停产清仓 将价后的产品通常更有性价比优势 当然 芯片和性能 固然是选购手机产品的 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但影响手机实际体验的因素有很多 即使未来一年登产的 绝大部分安卓旗舰手机 都是第三代骁龙8机器 但它们之间在其他方面 仍然会有一定的区别 如何挑选 还是得按照自己的需求来 另外 联发科的下一代旗舰芯片天机9300 也将于年底发布 毫无疑问 它将会是第三代骁龙8的竞争对手 从EU的曝光信息来看 它采用了更加激进的CPU架构 对普通用户而言 两大旗舰芯片打擂台 我们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如果你正在关注第三代骁龙8机器 到时候也不妨观察下天机9300机器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